來賓7號 請到8號會開 歡迎 比較拐牙 等一下看牙齒了 對 牙齒要去看牙齒 如果你張力越強 那個疤就像在拉拉面一樣 那越拉越會越寬 我現在看還好 許小姐啊 祖宿是從樓梯上摔下來 然後造成一個 臉部上面一個很大的傷口 他額頭有一個大概12乘10的傷口 那在他鼻部有一個 5-6公分的傷口 那鼻子有合併骨折跟歪斜的部分 許小姐一開始來了 他是額頭上有一個 大概12乘10的大小的傷口 那鼻部有一個5-6公分的傷口 然後合併骨折歪斜 那在額頭的部分 我們就做一個異形皮板 把它做一個縫合 再加上巴含的修整 那鼻部的地方 我們從臀部拿一些 自體真皮板 來做一個軟組織的重建 那另外也拿了一些 耳軟骨來做他底下 鼻中的耳軟骨的支撐 因為他有一個 複合性的破壞 所以我們做一個 複合性的整合治療 那術後的話 效果 如果患者也覺得還蠻滿意 然後得到一個良好的外觀 那在患者後續的治療 大概就是他額頭的疤痕需要照顧 因為這個疤痕它主要是慢性的 我們常想說疤痕的照顧是 以數月甚至數年齊跳 好好的照顧 它會有一個比較淡疤的疏後的恢復 那我們可能要搭配一些 一些美容膠、除八零膠 甚至一些類固醇 或是一些肉毒感菌等等的 複合性的治療 主要患者還是要搭配配合醫生的整治